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关的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 这要结合最近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时事 那就是白宫已经决定派遣美国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部长阿扎 在近期访问台湾 这一点引发了中国大陆强烈的反弹 中国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从这个逻辑出发 对国际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无端的职责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就是要论证中共的这个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什么是内政 内政呢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本身就不一样 或者说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什么是内政 中共的逻辑非常明确 那就是他觉得是内政的东西 那就应该是内政 他其实就是把他的逻辑他的标准强加给世界 所以说呢 中共成天指责别人指责他的就是说干涉他的内政 事实上中共无不是在无意当中把他的这个逻辑强加给世界的时候 那不就是在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呢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 那么台湾的这个问题啊 是中共的霸权所导致的 是中共的这个荒唐的逻辑所导致的 那么台湾人的起来反抗 包括呢台湾的很多有识之士 在国际上扩展台湾的生存空间 那么与美国与欧美的自由世界的很多的这个议会的党团 就要沟通 诉说他们的苦恼 又诉说呢 中国大陆对他们文攻武嚇的这种不合理的残酷的这种待遇 还有呢 很多的台湾的人到了中国大陆之后 被中国大陆无端的积压 被扣上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中共反而不允许人们道出真相 这再一次不不就是暴露了中共最害怕的 那不就是事实和公理吗 所以说美国呢 在四十多年以来派遣这个从未有过的这个级别的官员 也就是内阁部长访问台湾 无非就是向北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自由世界再也不会任由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便的去欺负台湾了 台湾的这个问题也不应该成为啊 中共嘴里边口口声声整天说的那个内政了 台湾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独立意识的国家 所以说从这个基础上来讲呢 那么美国的这个公共卫生服务部长 访问台湾有两个非常重大的用意和两个意义吧 一个呢就是说 他是呢 美国向台湾取经 在防止这次的武汉肺炎过程当中啊 那么从公共卫生领域 看一看台湾是如何做到 就是不影响民众的生活 又能够很好的控制疫情 降低感染率 降低公共财政卫生负担 那么这样的一个平衡台湾做得非常好 中国大陆做得那么糟糕的时候 却就千方百计的阻挠台湾参与到世界卫生组织当中 这样的一个荒唐逻辑 美国已经看不下去 美国觉得那么事实表明台湾的模式在防止武汉肺炎过程当中是成功的 这应当值得学习 人命关天的时候 中国大陆却还在这里一贯的指责 什么继续用台湾问题作为内政来对国际社会进行要挟的时候 我想问北京 我想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事 你们还要一点脸吗 你们还能有什么逻辑 再去跟国际社会进行对峙和无理的狡辩和抵赖呢 你们不去看看你们自己的问题 却要在这里继续拿着你们的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些理论 和根本就没有的事实构陷台湾 绑架台湾人 企图把台湾人当成人质 台湾人看到香港的遭遇的时候 可能会跟着你大陆一起走上那条 不归的贼船吗 所以说 我通过这个节目要告诉中国政府的就是 台湾问题不是你的内政啊 那是国际社会的公益问题 美国派遣四十多年来 从未有过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 已经对你的政策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那就是台湾不是你的 台湾是世界的 台湾的民主不是因为你给予的 是台湾两千三百多万人 好几十年来 辛辛苦苦自己争取来的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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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